4月28日早上,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最后一批两名新冠肺炎患者致于出院。 至此,小汤山医院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清零,将于4月29日关闭备用。 送走患者后,医务人员进入腾空病区进行周末消毒。 消毒后,病区全部1600张病床能够作为普通病房继续使用。 比如说我们的轮瓦手,床的栏杆,包括床,包括它接触的这些呼叫器,对讲器。 那么我们最新的原则是从上到下,从相对清洁的区域到相对污染的区域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这种物表的清洁和消毒。 我们做完了完整的周末消毒以后,病房完全是清洁,干净的可以作为普通的病房继续使用。 北京小汤山医院于3月16号重新启用,主要用于境外来返经人员中需筛查人员,疑似病例及轻型普通型确诊患者治疗。 至4月28号共运行44天,累计筛查2175人。 小汤山定点医院从3月16日正式开工营业,那么一共接待了2175名观察人员还有患者。 最多的一天,我们接收的筛查病例是394人,出院大概将近300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目标是我们感觉特别欣慰的,一个是所有的筛查的客人无一例漏诊, 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第一批修整的800多名医务人员核酸检测全部阴性,可以说实现了我们医务人员的零感染。 在吕一平看来,经过两次战役考验的小汤山医院,为北京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提升了能力,积累了经验。 今天最后两名患者出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激动,我们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小汤山医院作为我们的两次,17年以前和17年以后,都作为我们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治基地。 可以说它对我们北京市来说,已经是我们首都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地,今后我想无论是来什么样的疫情,我们都能够非常好地应对。